今天是清明廉假最后一天 带大家来关心天气 今年各地仍然为多云稻晴的好天气 不过下午水气会稍微的增加 在北部地区还有东半部地区 以及山区都会有比较零星的降雨机会 整体的环境风场转为偏南风 所以白天的气温进一步的上升 在东半部高温26 27度 西半部可以来到30到32度 南部内陆地区温度还会再更高一些 各地夜晚清晨的低温则在19到21度之间 目前在关岛附近有一个云系在发展 但是要成为热带性低压的距离 是还有一段距离的 如果云系能够成为台风的时候 则会成为今年第一号的台风珊瑚 但目前来说并没有完整的结果 不确定性很大 有待后续的观察 持续来看到今天的降雨方面了 今天有封面逐渐的接近 将会转为偏南风的环境 预期就会有一些中层的水气冬移 所以北部地区白天的云量偏多 中部午后云量也会变多一些 因此在中部以北的地区 还有在山区午后的降雨机会就会提高了 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攜带雨具来备用 而南部地区一整天下来 则持续维持多云道情的稳定天气形态 来看到天气走势了 今天各地多云道情 白天高温都在26度以上 西半部地区又更热了 可以来到30到32度以上 不过礼拜四开始受到封面的影响之下 北部地区还有东北部地区 就会逐渐的转为短暂震雨的天气形态了 中部还有东部东南部地区 以及南部的山区也会一些短暂的局部短暂雨 礼拜五封面通过之后呢 以及东北季风增强之下 全台都有降雨的几率 而且降温也会非常的明显 台湾一整天 北台湾整天都是比较偏凉的 白天高温就只剩下20到22度了 礼拜六封面远离 降雨逐渐的减缓 礼拜天之后呢 整体的温度又会再度的回升 而且可以看到各地又回复成 多云道情的好天气形态 最后来看到小滴尼 要提醒观众朋友 今天白天各地多云道情 不过下午水气稍微的增加 北部东半部地区 以及山区有零星的降雨机会 外出记得攜带雨具备用 另外金门 马祖 以及清晨中部以北的地区 容易会有局部物或者低云 影响到能见度 行车用路要注意安全 并且要注意航班的资讯 接下来要带您关心 各地详细的温度绿测 请不吝点赞 payment 记赞 订阅 转发 行 to www.Fgua fel 以及掌握突發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並開啟小鈴鐺喔